我初步的講法 每一次就增加到3600 而且要維持收担緬或者是5年 部長有的看法 當然這個是需要跟金管會共同的研究 但是這個宣示的意義應該我們從這個方向來努力 希望也讓社會大眾想到我們對這件事情的 不會忽視而會繼續來強化 所以副黨基本上贊同我的方向 你看現在依照雷根部的統計 道路事故的原因 第四禮之九罪架設 另外那個領患 領患高達37% 所以副主委我這種大方向 基本上會這樣 當然我們非常細的 我給你報到這個案子 其實利益良善 是要在強制車險去做連結 有很多技術跟要去討論 那這部份行政院張委員 張政委員還有很多次會 有很多問題要去討論 說利益良善 但是技術上你們不要克服 對 技術上所謂是資料 資料不是 是從人從車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就算是強制車險 那個首架加費 其實發言有人追尋到 也不見得真是罰到那個駕駛 還是罰到那個車主 所以這部份牽涉到現在 這部大的變革 對 要很慎重的去 好 不管他誰車 或者是誰的 我希望這個方向 能夠常識方向 你 所以 所以 有兩個方向 從商業保險也可以做 也可以從事 不見得常識車險 對 常識也是指無益無虧 他是以照澤為基礎 但是商業保險 作為一個加退離聚 也許也可以 好 我認為兩邊都要 商業保險 歸商業保險 那我們醫師說 你強心哲學 你當你這堡會增加的時候 你讓其他的人可以降低 你這裡可以提高 造私責任高的可以提高 其他的 你這樣沒有造私責任 第一個 非常爽脆鐵 把它降低 但是 看鬼包 因為現在 車兩邊駕駛很不見得想 沒關係 你們去檢討 隨車隨的 但是我希望 朝這方向 希望能夠 能夠進步聯繹 好不好 好 謝謝